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今天加卷股价指数出现了这波上涨以来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回 也不过就是拉回41点而已 好 考验的是大家对这个行情的信心 对选股的信心 对操作的决心 好 其实我今天一开始我想跟大家谈一个结论 我要稍微修正我对这个行情的看法 但是你放心 我认为我之前的看法还太保守了 这波上来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一天跟你讲说它叫做反弹 因为反弹叫做空投用语 如果你是心里存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反弹的悬疑 那很多的个股你是报不了一个波段上来的 好 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反弹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 你不可能买在这里然后持续报这样一个波段上来 那我要告诉大家 当然我今天再创一个新高来到178块半之后 收下来我待会会跟他谈 可是现在最重要最关键的是 你的三颗星 不管是对我对行情的看法 对加权股价指数的一个操作 三颗星是最重要的 好 现在大家都一以必知 就是因为这个景气的状况不好 所以这是涨虚的涨假的 好 昨天公布的五月份的一个 制造业采购经营人指数来到54.9 它已经是连续三个月 占上景气的龙枯值50以上 那今年的高点也就是 BMI PMI的部分 今年的高点也就是54.9 昨天已经平了新高了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我认为我对这个行情还太保守 今年第一次出现这个PMI指数 占上54.9 是在一月份 元月份 当时候大家觉得可能是元月效应 所以农历年后 农历年后就涨了这一段 这是一直到三月份的54.9的高值 然后修正 修正下来之后 这次再回去了 所以如果按照景气的角度来讲的话 8840它根本就不是高点 它根本就不是高点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来就是台湾的一个油资真的非常多 包括苹果的部分 它也打算来台募8亿到12亿美元的一个公司债 那为什么会来台湾 因为钱很多 然后利率很低 所以足够去吸引资金进去的 除了债券之外 就是在股市当中 可是股市当中 现在大家最缺少的就是信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一波我觉得 真的还有得涨 你看 涨上来 龙之鱼而不增反减 这是龙之鱼 把字把它消掉一下 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这一波再复制这一波模式 这一波也是一样啊 刚上去的第一段的时候 龙之最后真的是增在这里啊 对不对 它这一段 现在龙之都还在减 表示什么 表示 它后面还有得涨 不管是时间也好 不管是空间也好 大家都还有得涨 所以我今天要修正我的看法 因为我认为它不是只是单纯 只是一个回升波而已 它是一个超级回升波 因为它发生的位置 上一次从这个地方 从7600点涨到840点 这边涨到1200点 它发生的时间位置点是在7600点 而这一次如果要等幅测量 做1200点的一个上涨的话 它发生的位置是在8000点 那自然要过8840 那很容易 真的非常容易 所以这一波真的没有任何悲观的理由 当然啦 这个也是有考验你 因为时间会去证明嘛 其实很多次了 包括这一次的7670点 这是1月4号的这一波 就在这里 我也同样告诉各位这边是低点 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用力买嘛 对不对 这个 所有的证据 都有留下来 那当然 对行情的一个看法 你们自己心有意把它吃 那如果你相信我 就跟着我做 如果你还是有点怀疑 那我们就等时间去验证 但是我不能去保证 就是说 我认为你后面越来越贵 如果它是真的是向上的股票 就好像 131块 140块 145块 150块的资金 158块的资金 现在最高点的那178块 如果它还会上上 你还是等于买 因为我讲过它 它只会越来越贵 如果它去是向上的股票 就是这样 就是考验到它三颗心 那这一波也是一样 从5月16号 我跟它谈的这种东西 那当然第一波 考验的是勇气 对 OTC 那昨天我刚刚刚说 这边会形成一个对称 因为这边有一个套牢的时间 所以它会稍微整理 所以我觉得 今天掉下来是很合理 如果今天的一个指数 它是这样子 一路这样涨上来 这在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涨了600点上来了 如果在半个月的时间 又涨600点 你根本没有机会上车 所以你现在如果是持股不足的 或者是持有的股票 它根本就不会动了 换股是最好的机会 利用行情下跌的时候 利用行情整理的时候 换车吧同学 如果你现在坐的那班车 它只到台中 我如果把季线 当成一个多空的分水里 你坐的那班车 它只能送你到台中 可是你的目的地是要到台北 那么你在台中就必须要换车 否则如果你那班车是 就是高雄跟台中来回的话 哇那糟糕了 你到台中不下车 又坐回到高雄了 听得懂吗 言下之意是 有些股票是会下来的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季线是一个关键的多空分水里 所以有的股票它基本上就上不去了 所以你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才能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要为了自己勇敢改变站出来 请是你的 钱是你的 我只能告诉你说 我认为作为一个投资顾问 作为一个中华民国 小小的一个胜券分析人员 我认为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做 就是这样做 规划行情 展握行情 跟随行情 应变行情 那我们是带大家度过这一段 这边全力买进 讲这边全力买进 这边有钱买啊 不然每天都全力买进买到对为止 但不对哦 好 长上来的 那我现在跟你讲说 我认为这样的看法还太保守了 要再继续往上 突破8840之后 还有更高的位置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看法 所以头抬高 晚上冠 惯性不变 心无杂念 更有关 现在目前军量的部分 都还是黄金交叉 那何来烦恼之有呢 对不对 好 今天我们来稍微追踪一下产业的讯息 好 这是5月19号那一天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三星拟定这个白样的OLED的面板策略 那么核心的一个部分在量子点技术 那这个东西对PMOLED这个产业大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市场上最大的两间PMOLED厂 就是莱宝 莱德旗下转送之莱宝 那另外一家就是525的至今 那现在目前唯一有上柜挂牌的就只有至今而已 就只有至今而已 所以要怎么去评价至今的一个股价 那莱宝未来上新柜的价格它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现在包括至今现在最新的讯息都是公司派的说法都是 当然你可以怀疑啦 公司派的说法都是 它现在目前的产能是供不应求的 那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因为包括莱宝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莱宝也是这样 所以莱宝第一季是赚三块钱 第二季有机会挑战七块 那它这个产业是六四比 换句话说第三季才是真正的好戏 所以它的营收是越越增积积增的情况下 它当然所有基本面的讯息 它当然会不断不断烧来好消息 那重点是这样的时间点它可以维持多久 决定在各个大厂对于AMOLED的一个投产策略 好那为什么要读读读句注意三星 Sansung的部分 因为它是AMOLED的领先者 可是我已经有一个技术 我是遥遥领先了 我的不管是产能或者是技术的部分 都是遥遥领先的情况下 我为什么还会想要 我就在OLED这个地方打赚去赚钱就好了 为什么我要直接突破 然后再用另外一个量子点技术 现在的新的名称叫做QLED 为什么 因为AMOLED一个成本高 第二它有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缺点 比如说它的寿命太短 使用寿命太短 如果我一台电视 TFD的部分它都存在色衰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的电视 家里TFD LED的电视 看久了它的色彩会慢慢不鲜艳 只是你每天在看 你看不出差别 所以你每次去卖场 你都会发现说 卖场的电视怎么 看起来特别好看 那是因为它还没有色衰 可是OLED的部分 它的寿命更短 所以为什么 这个没有办法普及化在大尺寸的部分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三星现在 我们现在追踪了就是说 现在是新的讯息 就是三星说 它认为说量子点技术将改写TV的历史 就是量子点的部分 它是可以去把它克服 那我们再拉近一点 QLED是结合LED和量子点的材料 补强不稳定的OLED的缺点 提供鲜明的画质 或可看作以量子点取代 取代哦 OLED电视中的有机物质 那因应市场的需求 将努力的研发QLED的产品 换句话说 当我有一个新的东西 它可能会取代现有的东西的时候 那么现有准备去 大家去看的那个技术的东西 它可能会胎死腹中 那这个跟至今有什么关系 因为现阶段就是 大家不会去设厂 就是说我要用PM被动式的OLED 因为PMOLED它未来要被取代 对不对 未来要用AMOLED的部分去取代 可是现在AMOLED还没有取代PM之前 它已经出现了杂音了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QLED的技术 它可能会取代AM 那么相对的 大家对于AM的投产的资本制度的部分 它就会削减 好 那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PMOLED现在是供不应求 因为第一个 成本低 第二个 所有穿戴式装置的部分 它都要用到PM的部分 好 因为省电的关系 然后可以做到曲面的弯曲 然后可以做到低功耗 甚至于未来的低亮度的照明的部分 它都可以用PMOLED去做 因为成本已经够低到商转的部分 那就是因为大家 大家现在看后面可能会有新的东西 所以我不敢去投 投资这个PM的部分去做扩产嘛 因为扩产完以后 我怎么知道我可能花了 可能花了一年半长的时间 去投了新的一个产能出来做PM 结果后面AM的技术起来把PM干掉了 所以现有既有的厂商 它都既得利益 那现在最大的部分就是 来保 再来就是资金 好 那如果根据公司派的说法 在 就是接下来的产能是供不应求的话 那么五月份的营收 约末也会在1.5亿之间 那如果是1.5亿之间的话 它的YOY的一个成长幅度 会再度超过120% 这个就是未来的报纸 那你要怎么去取决它 所以当我看到就是说 当然你们冲高都想买啦 打下来就都不值钱了啦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今天收169块 对我来说 它都还不是到分段操作的时间点 那我们在跟大家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绝对有道理 可是如果每天 我相信 如果你每天都在猜的话 你可能真的一不小心把它卖掉了 长上去要换股操作 安慰自己 可是如果它不是只到170呢 它不是只到180呢 不是只到200呢 我讲过了 如果来宝的部分它比较震撼生机 震撼生机目前的价格是400块到500块之间 那至今再跟来宝比价 我看到了这个后面的空间 其实还非常非常大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再讲 头痛 请用预分猪 吹记贴 请用记贴 无分猪 无分猪 不好 六小贺 酒吧专案 边做边学边转 走吧 大家一起转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六小贺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哦 标普勤马 新闻破敌 进入实战 标普报报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上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裤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 叫小贺 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小贺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买 这就叫 叫小贺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叫小贺 酒吧专案 边做边学边转 走吧 大家一起转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音乐 好 我常常說 公司賺錢因為有人身材 身材也先去買股票 所以當行情遇到不可抗的因素 出現超點買點的時候 一個優秀的操盤高手 他也應該要知道 甚至應該要看到別人看不到的 那也許那個股票 他的股價是跌停板 好 我證明這一點啦 我們也驗證這一點啦 對不對 好 這是131塊至今當天跌停板 我們拉近一點 這四個字斬釘截鐵 沒有任何的退縮 甚至於我在我的這個FB的部分 我也直接大大大講 就是131塊半跌停板 買進 買到50%的部位 好 現在你們看到上來了 這只是初步而已 好 那麼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價錢股價指數目前才剛站上季線 可是至今他早就去挑戰季線 而且穩穩站上啦 好 那當然因為這邊有一段整理時間 他有機會去做一個短線上的對稱 但是我認為這個時間都不會太長 那我們一路驗證就說 從131塊143塊156塊166塊半到160塊拉回買進到170塊半 今天最高點來到178塊 好 我只想告訴大家說 有些習慣要改 如果真的習慣不改 你真的說一句 難聽我做股票一世人的路在 不是嗎 至今 漲停板大家都會去分析 接下來呢 跌停板那天呢 你可以去想像一下 131塊跌停板那天 我相信全市場會跟你講 至今這一支股票它是買點的 我不敢講只有我一個 但是至少是少數 好 所以要懂得改變啊 那甚至於你們現在在看的東西 就是說 我跟你講 跌停板是買點 那你們現在看 有這一段了對不對 好 我認為還不夠 我認為還不夠 從128塊半到現在已經有三成喔 從131塊上來大概也將近三成喔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我們是300萬的資金 比例下去150萬的話就45萬 而且這是短短半個月的時間就發生了 對不對 那如果是 你是300萬 那更不得了 三成就90萬了 這只是一支股票而已 股票要非常多嗎 不用啦 而且我幾乎每天都在追蹤它 然後包括一些新的信息 我當然會寫在我的這個臉書當中 有些文字的敘述我覺得它會比單純只是一個節目來講更貼切 好 當然我今天的左下角有一個QR Code 這是我們新的一個LINE的一個粉絲團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機去掃這個QR Code 來做加入 都歡迎大家 好 那後面包括自動化的部分 工藝用電腦的部分 我們也持續在談這個東西 好 在這裡 對不對 在這裡 我們從來不會對說 因為基本面始終都沒有改變 而且它持續成長 甚至於還有更好的一個狀況 好 那麼這一波就從這個61塊長到78塊7 好 這個速度非常快 所以短線上稍微做一個整理 我認為合理啦 好 那昨天有去挑戰這個高點 當然 昨天挑戰沒有成功 好 可是我講過這個量大高點不是高點 那當然就是壓縮一下 好 再出去 這個形態就會完整 好 這個形態完整的話 等幅測量的話 大概就可以知道 其實離錢高就不會太遠 好 這個 這些看法都沒有改變 但是 可能大家每天變來變去嘛 今天一下生計牆 我們就講一下生計囉 我們可能就是買一下生計囉 今天如果金融牆 甚至於假設今天銀件牆 我們就是買一下銀件喔 如果每天就是這樣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真的賺不到錢 真的賺不到錢 我這樣說好了 與其你這樣跑來跑去 你乖乖的在那個時間點去買資金 買銀行 好 我們不要講分段操作 不斷靠分段操作這件事情喔 我們就講你帶帶的都報到現在 超過你每天跑來跑去啊 對不對 可是最關鍵最關鍵是什麼 是在那個65塊的銀行 61塊的銀行 跟131塊的資金 那時候你買多少張 對不對 如果一個高手可以帶你把爛牌把它打好 那你覺得如果他拿到好牌的話 我們不是求不要賠就好耶 我們不是求只是賺錢就好了耶 我們要能夠大賺 對不對 好 這個是禮拜這個禮拜新買的股票 進去就是三分之一的 你不用懷疑 基本上我的指令出進去 因為我們股票最多是三支 所有的會員等級就是最多是三支股票 那所以進去就是三成的資金了啦 就是你有三百萬你就是買一百萬進去了 不用那邊捏捏捏捏捏 因為我們不是天天在出手進進出出 所以你當然也看不到我每天就都有漲停板的股票 你也看不到我每天都在推薦新的股票給你 因為一日之所需 百公司違背 出手就是看準了之後再出手 不是出手之後才看準不準 這是我在待會員最基本的觀念 最基本的觀念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要出手 為什麼這個地方要做這樣的部位的增減 基本上在技術分析裡面其實我都有寫 我這段時間我比較著重在基本面的一個部分 在跟你談這些東西 目的是因為有抄疊的一個買點出來 那當這些股票來到了一個可能超漲的一個位置 他必須按照技術分析的一個角度去操作的時候 我就不會再跟你談基本面的這個東西了 因為基本面一天不會因為一個禮拜大幅度的變動 那是股價會 那是股價會 所以簡單的說如果這個股票它在這個基本面之下 它是一個很超值的買點 眼睛閉著買都會賺 我這樣講的聯發科 今天掉下來215塊對不對 那我在跟大家談的時候在這裡 上一次在跟大家談的時候在這裡 那上一次這邊我們有買 這一次我們這邊 上來的時候我跟你講我沒有做這個 因為我認為錢擺在其他地方會更快 對不對 那為什麼買在那邊會賺錢 那為什麼買在那邊會賺錢 就是基本分析 所帶來的一個獲利 那這是這支股票 然後當然今天短線上做了一個壓迴 我認為 在我看到的那個條件 你可以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股價在運行的過程當中 它都是資金的堆疊 也都是籌碼的流動 如果股票都在特定人手上 不管是大股東 不管是公司派 不管是法人也好 它就算遇到意外跌下來 它也會快速的漲回去 那如果是四平八穩的情況下 那當然後續上報紙就會登相關的訊息出來 所以說 逢世賺錢有人先知道 他先靠股票 他就沒買 我就不會帶你買 他如果繼續買 我們就繼續抵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趨勢的力量 這就是慣心不變心無雜念 那我們當然 如果你一路驗證的話 我希望啦 我希望一件事情就是說 就像我在跟你講說 安晴六十五塊五是一個買點 那掉到六十一塊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我們後面再來驗證 後面驗證了 這才剛開始而已 包括至今一百三十一塊半 包括帽輪 最後也是三十六塊一的底力買 當然今天我帽輪我就不講囉 你們就自己去拆了 我們都一路驗證的過程當中 我希望如果前面錯過了 後面要能夠補上來 後面要能夠賺更多 那這東西都是時間 經驗 還有花這個努力的代價 我也希望你們能夠得到 所以給我們一年的時間去證明這些事情 我說過了 你可以懷疑我們的實力 就是我在跟你講說 這些股票的低點 絕對低點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懷疑 這邊真的是買點嘛 對不對 可是你絕對沒有機會去質疑我們的誠信 因為我幾乎都是公開的告訴你 所以 我要證明的無非就是這四件事情 你可以不疾不許的去享受波段獲利 你可以超越市場享受操作的樂趣 你可以擁有技術分析成為真正的操盤高手 你可以歷經多光學完也能夠全身而退 做就對了 讓我們與你的現實交手 現實是什麼 你必須承認 必須承認真的 掉下來會害怕 長上來會過度的開心 那都是不對的 那對操作這件事情都沒有幫助 讓我們跟他交手 你將重新擴大夢想的版圖 行動是最接近勝利的捷徑 那麼當然 我認為這次的活動對大家來講 真的都是非常棒 我認為啊 這是非常棒 而且後續上沒有的東西就沒有了 那你們好好把握 有三顆心的人 電話波通 就 對了 但是 榮辰 飛降賽 不叫 無碼 杜英山 閃乎的真之聲 話容點睛 感謝收看 歡迎加入電話波通 財運 橫桐再會 拜拜 好 好 請用 五分之 嘴氣聽 請用氣聽五分之 五分之 好 好 好 又小賀 酒吧專案 邊做邊學邊賺 走吧 大家一起賺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叫小賀 給小賀老師 風行操盤室有臉書喔 標股情麻 新聞破敵 技術實戰 老股抱抱 都在這裡一次滿足 立即上FB加入 搜尋風行操盤室 運達頭褲 鍾老師 寫真實的行情 說真實的績效 才叫 叫小賀 十股三檔內 進出紀律化 奉手曲線密碼 順天而行 才叫叫小賀 操作要求效率 要買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買 這就叫叫小賀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先電視0809 096 111 早鳥順辦更多優惠喔